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它只能滤除非金属的反光 这种金属反光在哪里可以见到呢 比如电梯里的那种金属面啊 是吧 那么还有呢就是镜子 镜子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玻璃后边镀水银 是吧 就可以形成一面镜子 而现在因为水银有毒 所以咱们的镜子后边呢 镀的是铝 也是可以做成镜子的 这两种东西都是金属啊 所以我们把偏转镜放到上面 不管你怎么转 你都是滤不掉的 你想想要滤掉了该多可怕 你这么一转这个镜子是吧 你让脸消失一半 你自己不吓死 所以你就记着啊 金属反光 偏转镜是无能为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镜子反弹的光线 不是偏转光 也就是说 那光波本来是乱七八糟的往里 这个抖动着往里走的 出来的时候 它还是乱七八糟往外出的 每个光子的这个抖动方向都不一样 并不会变成统一的一个偏正光 所以金属反光滤不掉 那它的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即使不是金属的反光 也只有在布鲁斯特角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反光都是偏正光 也就是说只有在布鲁斯特角的时候 咱们才可以把反光滤的一点不剩 什么是布鲁斯特角呢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范例图啊 当我们太阳射到这个水面上 哎 这个光先射过去的时候 我们管这个光叫入射光 对吧 然后呢 它被弹回来的时候 我们叫这个叫反射光 当然了 它还有一个折射光是往下去的 那因为咱们的这个水面 不可能是完全的一面镜面一样反光的 它会有一点折射光会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呢 垂直于这个反射平面 就这个水面的啊 这一条辅助线 我们叫它法线 如果按照这科学的定义来说啊 当反射光和折射光这两条线之间的这个夹角 是90度的时候 咱们的法线和入射光的这个角 就叫做布鲁斯特角 所以这够难记得是不是 但是你至少得搞清楚一点 咱从来没有谈论 入射光和反射光之间的夹角为90度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不同的这个反射平面 你有可能是玻璃 有可能是水 你有可能是别的东西在反光 不同的这个反射平面 它的布鲁斯特角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入射光和反射光的这个夹角 会有些变化 大的能大于100度 小的能小于90度 它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这些东西的折射光 都是这个90度 那么水的这个布鲁斯特角 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是50度 也就是说入射光和反射光夹角为100度左右 差不多是这个值 也就是说 在咱们相机 从这个角度拍到这个反光的时候 太阳挂在那个角度的时候 咱们呢 几乎看不见水面 但是呢 水底下的这个鱼 能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 如果你的这个角度 不一样了 那么水面的反光就会变得严重 下边的鱼呢 就会几乎看不见了 如果你的这个角度偏离布鲁斯特角太远 咱们就会彻底的看不见鱼了 只能看见这个水的反光了 所以啊 在你面对一个风光 面对一个场景 使用这个偏转镜的时候 你还得考虑这个入射光和反现的这个夹角 大概是多少度 入射光和反射光的夹角大概是多少度 那只有这个夹角符合这个布鲁斯特角的这个要求以后 我们才可能把这个反光给完全的滤出 那当然了这一点不可能是在我们拍照的时候 然后现场去测量 那只能是这个拍多了 自然就会有个感觉啊 能估计的出来 那所以咱们偏转镜的使用要求呢 就有这么两点 那么它还有一些使用上的误区 让我们也一并的看一看 那第一个呢 是使用超广角的镜头的时候 或者进行接片摄影的时候 咱们是不能使用这个偏转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个光线 它来源于不同的方向 只有一个方向可能符合布鲁斯特角的要求 其他两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当你面对这么大一片玻璃 拍摄它上面这个反光 想把它滤掉的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镜子放到中间 开始旋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一次只能滤掉一块的地方 滤掉这一块 就滤不了这一块 你旋转镜片的时候 只能滤掉一个局部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滤掉的 所以这样拍摄照片就很奇怪了 那么接片的时候啊 咱们是从左到右 一直拍过去 合成成一张照片 所以也等于是使用了这个 撇成镜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呢 就在这里不给大家做示范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片的反光面 只能滤掉一片的这个范粒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水面 远处的反光是滤不掉的 但近处的反光是滤得掉的 不过啊 这在这张照片里面 却是非常成功的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恰好控制这个近处的水面 拍到了这个水底的这个泥的样子 但在远处 它又保留那棵树的导引 两个特点它都保留下来了 那这也是超广角 所以你加上评论镜 用的比较强妙的一个地方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 当我们使用这个超广角 和评论镜拍照的时候 你还是会很苦恼的 因为你会发现画面中 左边黑一块 右边黑一块 转来转去 中间黑一块 总之这个画面就亮度不匀 总是有一块颜色比较深 感觉是很别扭的 那么第二个误区 就很多人认为这个偏振镜 如此的不可替代 功能这么强 很牛掰 是吧 所以就长期的把这个偏振镜 装在镜头前方 当个保护镜片使用 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你比如说 这已经是很昏暗 很昏暗的场景了 如果你还往前方装个偏振镜 你的快门速度就更低了 拍出来照片成样质量就更差了 偏振镜毕竟是有这个光线损失的 当你学了这个偏振镜的时候 画面中什么东西都不变 它根本就没用 它除了损害你画质 让你的快门速度过慢 很可能拍出抖动模糊的照片以外 它就没有别的用处 所以你想你该不该 老把这个偏振镜挂在我们相机上使用 肯定是不应该的 应该取下来 只在迫不得已 所以我们才会使用它 第三个误区呢 很多人喜欢把偏振镜和UV镜 叠在一起使用 他们用UV镜的保护镜头 在上偏振镜的时候呢 又不想把UV镜取下来 你想想啊 咱们本来这个UV镜就说过 要买尽量薄一点的 要不然呢 可能会挡着咱们的广角镜头 四周可能会有暗角 你现在往上又叠一个偏振镜 这偏振镜本身还分上下两个环 一个环是你的相机长的 另一个环可以自由转动 所以它的厚度本来就比UV镜还要厚 你把这两个东西都累积在一个镜头上 最后快速照片的四角肯定 得露出那个镜片的边框来 那你这个照片就毁掉了 是吧 就只能采取中间一小块使用 所以不能叠加使用 咱们除了方滤镜可以叠加使用以外 圆形滤镜是不可以的 那方滤镜后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 那么偏振镜到底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偏振镜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 第一个呢 是水底如果足够精彩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偏振镜 我们可以让这个小船感觉像是浮在水面上一样 是吧 那是因为我们用了偏振镜 反光消失了 我们就感觉这个船不是放在水上的 而是漂在空中的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它底下的影子 所以是拍到水底的精彩的时候 可以用偏振镜 像韭菜沟啊 或者水底沉着一些漂亮的石头的时候 都可以用它 那第二 它可以用来消除玻璃的反光 所以隔着玻璃拍孩子的时候 是不是考虑要用偏振镜啊 你比如说这个画面的时候啊 如果你用偏振镜的话 这姑娘脸上的反光就会更少一些 那左边这位老太太脸上 你看看被那些窗户棱搞的啊 树条条 那都可以绿掉它 看不见的 那这个夹角差不多就是布鲁斯塔脚 应该是能够绿掉的 至少能绿掉绝大部分 所以你在拍摄玻璃里边的东西的时候 你又不需要这个玻璃的反光 所交代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使用偏振镜 第三呢 是你想不想去除这个光滑的 镜屋上的杂光 我这里没有找到合适的例子 你们就看一个车辆 是吧 咱们在给车拍一个广告片的时候 那车辆上映着旁边的车怎么办呢 映着旁边的这个路面上面 一些杂乱的电箱杆怎么办呢 可以使用偏振镜 但是更常见的 其实是我们在拍摄那个瓷器的时候 是吧 镜屋摄影 你想拍一个这个 上了右的瓷器 淘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偏振镜 绿掉那个反光 包围那里边都能看到 你用的是什么灯 你周围这个房间是怎么布置的 哪边摆的书柜 哪边放的垃圾桶 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怎么行 所以在拍镜屋的时候 光滑表面的镜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使用偏振镜 那第四呢 是 如果你想让植物的颜色 变得更鲜艳 比如说拍这个草地呀 比如说拍这个花啊 这些时候你可以使用偏振镜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东西上面 都有对天空的反光 尤其是拍那个秋天的红叶的时候 如果你不使用偏振镜 那秋叶上面 秋叶上面根本就看不到黄色和红色 只能看到一个天空的颜色 可能是灰的 可能是白的 可能是蓝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拍的红叶 永远不如别人拍的红叶 那么红的原因 因为人家的镜头上上是偏振镜的 它一旋转 那反光消失了 直接偷偷的就把那个红色给拍出来了 给记录下来了 对吧 第五呢 是如果你想让天更蓝一些 在这个天空的这个角度 合适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使用偏振镜 让天空变得很蓝 因为天空也不是发光物体 对吧 它也是一个反光的物体 所以有的时候 咱们肉眼看上去 天空很蓝 白云很白 一拍出来 天空变得很白了 怎么办呢 可以考虑使用偏振镜 转一转 看能不能把天空压暗一些 压暗一些 白云就会更明显一些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们需要使用偏振镜的时机 那偏振镜的价格呢 确实不是很便宜 特别便宜的偏振镜呢 我怀疑它效果 其实可能不是很好 不仅反光绿不掉 而且很可能呢 很损伤画质 甚至呢 有的偏振镜 它颜色不是标准的灰色 带一点点蓝 带一点点黄 那就很糟糕了 整个画面的颜色都变了 所以呢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哪天你真要去九代沟了 哪天你真要去拍红夜了 哪天你真要拍镜物摄影的时候 那你记得可以去购买偏振镜了 那毕竟这种效果呢 是连后期处理都无能为力的效果 因为你拍的时候 水底下的舞台就没被拍出来 所以后期是绝对不可能把它调得出来的 所以偏振镜确实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滤镜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